我們來介紹一下 如何利用所謂的比較利益原理 計算所謂的機會成本 然後來將這國與國之間 或是人與人之間 進行所謂的專業分工 那我們看一下提議是什麼東西 他告訴你台灣 一個月他可以生產稻米十萬噸 那泰國他一個月可以生產六萬噸的稻米 那台灣一個月可以生產十六萬噸的手機 那泰國可以生產五萬噸的手機 那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當某一個國家像台灣 他在稻米及手機 他都共同有所謂的優勢 這時候泰國都沒有任何優勢的時候 那如何進行所謂的專業分工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過 如何計算機會成本 就會告訴你當以台灣為例 當台灣選擇在做稻米的時候 稻米的工作的時候 將稻米十萬噸的 一個月生產十萬噸的 把它放在分母 除以放棄掉 當台灣在生產稻米的時候 必須在這個時間 機會成本就告訴你 做這件事情就要放棄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就要放棄那件事情 所以當台灣選擇做稻米的時候 他必須要放棄掉做十二萬支手機的機會 所以把十二萬支放在數二的分子 等於求出來的值 請注意 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邊求出來的值 是屬於叫所謂的放棄掉的單位 所以求出來的值之後 這裡是要所謂的萬支手機 萬支手機 這個部分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如果沒有問題 這樣講解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什麼叫所謂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就是有得必有失 就是得到跟失去之間的關係 我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就告訴你 有A工作跟B工作 選擇做A工作放棄掉B工作 這個B放棄掉損失的就叫所謂的機會成本 那一樣再來舉一個例子 假設有C工作跟D工作 選擇D工作放棄掉C工作 這個C工作就是所謂的機會成本 B工作也就是所謂的機會成本 到這裡如果清楚的話 我們開始來透過所謂機會成本 求出機會成本來告訴大家說 台灣適合種稻米還是生產手機 那泰國是專門做種稻米好 還是所謂的製造手機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 接下來來介紹一下誰生產稻米 誰負責生產稻米最有利 生產稻米最有利是哪一個國家 然後我們看一下 當台灣選擇種稻米的時候 我們換一個顏色 當台灣選擇種稻米的時候 必須要放棄不能做手機的機會 所以我們來計算一下 當台灣選擇種稻米 不能選擇做稻米 放棄不能做手機的機會成本是多少 那我們剛剛講過選擇 我們來先寫一下台灣 我們計算一下台灣 種稻米的機會成本 好來 台灣種稻米的機會成本 當選擇種稻米的時候 10萬噸 除以放棄掉不能做手機的機會 12萬隻 等於5分之6 等於1.2萬 1.2萬隻手機 好 求出來的機會成本就是 當台灣選擇這個時間 選擇種稻米的時候 必須要放棄掉 在這個時間 台灣在這一個時間 他選擇種稻米的時候 他背後必須要放棄掉 不能製造1.2萬隻手機的機會成本 好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算一下 那泰國 當泰國選擇種稻米的時候 他要損失不能製造幾隻手機的機會 我們看一下 當泰國選擇種稻米 選擇做工作的放棄母 選擇種6萬噸稻米的機會 選擇放棄掉 放棄掉不能同一時間不能做5萬隻手機的機會 那就是6分之5等於 0.83多 OK 那泰國 就是告訴我們 當泰國選擇製造稻米的時候 栽種稻米的時候 必須要放棄掉 不能在這個時間不能製造0.83萬 當泰國選擇製造稻米的機會成本 好來 那我們以前都會講過 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 當機會成本 當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 最低 最低的選擇 就是最好的選擇 最低 為什麼最低 當機會成本最低的時候 選擇機會成本最低的時候 就是告訴你選 你的損失是最小的時候 好 那這時候我們求出來 台灣製造稻米的時候 他不能製造1.2萬隻手機的機會成本 他的機會成本是1.2萬隻 那泰國種稻米的時候 不能製造所謂0.83隻手機的機會 所以這一個題目告訴我們 第一個階段我們已經求出來了 所以泰國他是怎麼樣 適合泰國適合種稻米 為什麼 因為他的損失是最小的 當老闆在選擇台灣或泰國 來栽種稻米的時候 我們已經找損失最小的 那損失最小的是誰 那就是泰國 0.83跟0.12哪一個比較小 但是0.83 看完栽種稻米了之後 我們開始要看一下誰適合做手機 好了我們看一下 哪一個國家製造手機最有力 大家看這裡 當台灣選擇製造手機的時候 當台灣選擇製造手機 那我們寫一下當台灣 這裡寫台灣 當台灣選擇製造12萬支手機的時候 選擇放分母 選擇做的工作放分母 放棄掉這個時間是不能栽種稻米的機會 所以是10萬噸 那等於多少 約分之後就是所謂的 5 6 6分之5 6分之5 那6分之5是什麼東西 萬 不要忘記了喔 選擇之後萬噸什麼 稻米 就告訴你當 當台灣在選擇製造這個時間製造手機的時候 它其實背後不能生產 所謂的6分之5萬噸稻米的機會 這是它的損失 我機會成本再講一次 選在這個時間做A就不能做B的事情 所以台灣在選擇做手機的時候 在選擇做手機的時候 就是不能栽種稻米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泰國 我們看一下泰國損失多少 當泰國他決定選擇做手機 選擇5萬支手機 放棄掉不能栽種稻米 6萬噸的機會等於5分之6 5分之6的話 5分之6的話就等於1.2萬 頓什麼 稻米 我這裡少一個頓 那我們看一下6分之5一樣是等於 6分之5等於0.83 OK 好那這時候我們開始來看一下 這球賽當台灣選擇做手機的時候放棄 背後不能栽種0.8萬噸稻米的機會 那泰國呢 當選擇做手機的時候不能栽種1.2萬噸稻米的機會 哪一個機會成本是小的 那我們看一下0.83跟1.2 哪一個數目之低 那當然是台灣 台灣的0.83 所以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當台灣在製造手機的時候 他損失0.83萬噸稻米的時候 他的損失是比較小的 所以台灣適合做什麼 台灣它是適合做手機 好答案出來了 怎麼專業分工 我們把答案寫出來 來結論 我們看這張表有沒有看到 結論就是現在我們你看台灣有絕對優勢 因為他在稻米跟手機 10萬噸跟12萬支都贏過泰國 但是泰國他在栽種稻米及手機都遜於台灣 但是還是要專業分工啊 所以怎麼樣專業分工會好一些 好那我們答案就出來了 結論就是 泰國 專業 種 稻米 那台灣 好這樣就專業分工 這樣子的專業分工一定會比原來的產量或品質要好很多 好到這裡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清楚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以為這是現在活動工資 所以現在活動工資 我可以選擇 我先進去 我先進去